他一看到我就跟我說 宏大很難掛 真的很難掛 沒有 等我已經衝進去了 掰掰 他好快樂 哈囉 我是Yuna 現在呢 我位在宏藝大學9號出口外面 但是今天我不是一個人 乖 昨天呢 我這位朋友彩萱從台灣來韓國 這是他第一次來韓國 但是他昨天他跟他妹妹一起去宏大 結果他一看到我就跟我說 宏大很難掛 真的很難掛 所以呢 我今天就想說 帶彩萱一起來重新逛一下宏大 那我們就趕緊開始囉 開始囉 首先第一家要跟你們介紹的 就是9號出口一出來 身手許多韓國藝人喜愛的運動服品牌 NERDI 這可是今年才剛剛開幕的喔 一樓有兩隻超級巨大的貓咪給大家拍照 二樓才是服飾展示區 有別於其他運動服品牌 他們家的顏色特別繽紛鮮豔 運動風又兼具時尚感 像是這件短板羽絨 就採用今年很流行的亮面設計 現場除了有最有名的棉質套裝之外 還有很多很時髦的單品可以選擇搭配 重點是旁邊還有免費的AI拍貼機可以玩 喜歡運動休閒風格的女孩 一定要來試試看 下一間大推你們的 是韓國年輕人最愛的時裝品牌 母心傻 一樣是從9號出口出來一直直走 就會看到 這家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超級好逛 景間店總有一個非常俐落簡約的質感風格 有點像是ZARA 但全面材韓版設計 單品顏色以素面黑白灰居多 所有韓國時下流行的基本單品這邊都有 特別推薦給想嘗試韓風穿搭 但又不太會穿的朋友們 跟你們掛保證 在這邊不管你們怎麼亂買亂搭亂穿 都絕對不會出錯 第三件要跟你們介紹的 是在1號出口B1男裝品牌STCO 不管是男生朋友要自己來製妝 或者是像我們一樣偏大隻 喜歡oversize男友風的女孩 這件一定要收藏 一進門我就被他入口的展示設計給吸引 每一個單品都好俐落有型 而且實不相瞞 他的質料真的超級好超飽暖 重點是他的價格相較於一般男裝來講 真的超便宜 CP值可以說是超高 目前我已經推薦給好幾位男生朋友了 大家的反饋都是一級棒 第四件要推薦給你們的就是 宏大Alan 這間是非常多穿搭達人愛來挖寶的地方 因為這裡集結了非常多的潮牌 以及設計師的品牌 如果你不喜歡在路上撞山的朋友 這間一定要來逛逛 從衣服到包包 眼鏡 帽子 飾品等等 通通都有 每一個單品都有自己的設計風格 但能不能駕馭 就各憑各位的本事啦 唯一的缺點就是這邊的普遍單價 會稍微高一點點喔 再來要帶大家去逛 各位女孩一定都不陌生的Stylelanda 女孩們 這間Stylelanda你們來逛過的話 真的不要說你來過好大 一進門就會看到一樓滿滿的彩妝用品區 所有Stylelanda旗下的3CE彩妝品 這邊通通都有 一致排開超級壯觀 超級療癒 而且這邊還有展示每一個國家 他們人氣商品的排行榜喔 接著手伏地旁邊還有一個 他們今年的聯名特展區 除了一樣有免費的拍貼機可以玩之外 還有一個小小的撞球桌可以玩跟拍攝 上到二樓則是他們今年新擺設的香水區 他們今年總共推出了三個香水 每個香水都有自己的展區 為的就是要讓大家在試槍的同時 能夠游泳除了嗅覺之外的其他感官體驗 更能深刻地感受到每款香水想營造的感覺 三樓的話就是Stylelanda的服飾區啦 對這個品牌稍有研究的話 應該知道他們家的單品也是走小眾設計風 雖然不是那麼好駕馭 價格也不是特別可愛 但是穿上去真的就是設計感十足 氣勢直接拉好拉滿 最上面的話呢就是他們的戶外泳池咖啡廳啦 由於這次我沒有太多的時間 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去看看喔 下一間是位在341附近的鞋子品牌Sapoon 這家其實我在台灣就已經風文很久 也已經網購很多次了 不論是想要買跟鞋、靴子 或者今年很流行的芭蕾舞鞋、瑪麗真鞋 這邊通通都有 一件單品大概1000左右上下 而且他們的材質也一點都不馬虎 CP值真的超級高 小姐 今天要買了嗎? 要買了 我也要買 都是你害我的 不想買鞋就找我買鞋幹 再來這間是我在紅道肯定大學拉到的寶 如果你覺得前面幾間介紹的風格 都太有設計感難以加慮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一間 這間走的就是一個標準溫柔氣質的OniFone 適用於所有想要嘗試寒風的女生 他們家的單品非常多元 而且按照顏色分類展示 超級無敵好逛 而且也很療癒 現場有很多寒妞都會來逛 雖然說是在路邊發現的店 但跟你們保證 絕對不是路邊攤的材質喔 再來要跟你們介紹的是 在Mark A對面的I'm Joy 一樣是走一個質感Oni風格 但最讓我驚艷的不是他們家的服飾 而是他們的飾品 他們家的飾品不是那種一般的批發飾品 而是每個單品都很有自己的風格跟設計感 甚至還結合了今年很流行的 Balletcore蝴蝶結元素 完全是我的菜 超級可愛 一樣推薦給你們來逛逛 最後的最後 不要忘記在京中國跟哈哈開的 401口肉店旁邊的這條潮牌結 除了有這兩年超紅的MFG之外 還有Confident This is never that 小黃人等 韓國經典人氣潮牌品牌 通通都在這 絕對是讓大家從早逛到晚 買到回不了家啊 他好快樂 好啦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影片的分享啦 我們真的紮紮實實逛了兩天的宏大 但是其實宏大 好逛的地方還是非常非常多啦 我是以我個人 真的平常會去逛了點來跟你分享 還有錢 謝謝 回不了台灣了 我們這兩天真的都是這樣大包小包的回家 新衣服 好 那以上呢 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說囉 我們現在已經動到 整包有點沒辦法講話 現在6度 好 那我們就這樣囉 下支影片見 掰掰